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年轻人喜欢吃的美食大同小异 只要是在网络上走红的食物 基本上都会得到年轻人的簇拥 而在所有的美食小吃中 鸡爪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食材 它的做法非常多样化 可以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觉感受和刺激 比如前段时间网络上走红的柠檬鸡爪 就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效仿 想必大家都曾经在家里尝试过 虽然鸡爪的做法越来越多 可是与此同时也萌生了一些问题 国人这么多,一只鸡只有两只爪子 怎么可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呢 虽然有这样的疑问 可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鸡爪缺货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说一下我国的养鸡现状了 据了解,大部分鸡都是在养殖场 数量特别多 等到这些鸡生长到一定的体重之后 就会统一屠杀处理 由于每个人对鸡的需求不一样 有人喜欢吃整只鸡 有人喜欢吃鸡的一部分 所以养殖场的人会将鸡的各个部位分开 分别运输到有需要的地方 其中就包括鸡爪 除了国内养殖场之外 鸡爪还可以从国外进口 因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 鸡爪是一种非常脏的事物 毕竟鸡每天都会用爪子跑土 他们觉得不管怎么处理都不会干净 所以都不喜欢吃 这样外国就会以比较低廉的价格 将这些鸡爪全部销售到我国 刚好解决了我们对鸡爪的需求问题 有了这两种途径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鸡爪吃了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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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